好,大家好 好 今天是什么节? 男女士 再说一次 男女士 好,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在医院上班的人 这个名词非常的灵感 特别是你如果到医院啊 你如果旁边有一个那个 那个护理系 那个护理塞啊 护理系的护理师啊 你方便的时候啊 他马上叫你哭的时候下来 跟你两个护理 这个感恩你要讲清楚一点啊 什么叫感恩节呢? 这个感恩节是 你以我们现在四百年前 三百九十五年前 在英国有一些人 他说清教 他们怎么样? 他们觉得他们的教会 已经没有在无上义的话 只有在所谓一些形式 所以他们一起来抗议 结果呢,就被逼迫 逼迫,他说好 此次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所以他们呢 就找了一百零二个人 在一六二零年 就是三百九十五年前 九月十五号 就坐了一艘船 那一艘船叫做五月花 现在我们外面在擦地骨 然后背身神有没有 五月花就是用秘人民的啦 他们就坐了一个船 出去出发 结果呢,坐了六十五天 六十五天 六十五天 他们本来是一百零二个人 结果呢,苦中死掉一个 所以死掉几个? 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 又生了一个小孩子 一百零二个 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呢 他们坐了六十五天 脚会被麻 会啊 所以他们就从麻桌上岸了 就是麻桌的苦力毛汁 和我们上岸 一上岸的时候那边已经冬天了 失误缺少 随处不符 又不能失恋 所以隔一个过两个 死了几个人你知道吗 死了47个 为什么会记得47个 因为我家忘录47号 我只知道47个 那剩下五十几个人啊 他们五十几个人啊 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办 一丑莫宅 结果这个时光啊 两个印第亚人跑出来了 一个叫做沙莫塞 一个叫做Squando 这是印度话音啊 这两个人就出现了 他们就帮助他们 带一些印第亚人来 叫他们捕鱼 叫他们种玉米 种豆 种南瓜 叫他们把房子弄好 那你们会奇怪 这两个印第亚人 怎么跟他沟通 你知道吗 上帝的安排 这两个印第亚人 那个Squando 他以前就是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清教祖 起来那个地方 他十五年前 被英国的水手抓去 抓到英国 所以英文好不好 好 对不对 但是他有跑到西班牙去了 在西班牙被牧师搜留 牧师就教他基督教 所以他有上帝的爱在他身上 所以两个印第亚人 看到那些青岛很可怜 就帮助他们 结果 第二年的十一月 大豐说 大豐说以后呢 他们就庆祝 就邀请印第亚人90人过来 帮他们倒 吃了三天 为什么现在美国庆祝感恩节 要一天让他们坐车子 三天庆祝 就是一样 让他们三天 听说在庆祝之前 有一堆火鸡飞过来 所以他就有火鸡吃了 另外十五支 又跑到永如教会来了 所以你们今天吃到火鸡了 那他们就有火鸡吃 同时又开始有盼燃节 那一天就是第一次 1621年第一次盼燃节 好 那后来美国国庆祝 华盛顿起来了 他说一直很好 我们来订一个盼燃节 每年十一月二十月号好了 林腾起来说 不要啦 改成十一月一四个礼拜 罗师傅起来说 改成十一月正非礼拜 改来改去 1911年美国国庆祝要炒 改成十一月第四个礼拜四 就是一一四四 很老记 十一月是第四个礼拜四 所以今年什么时候 就是哪一个礼拜四 古今礼拜天嘛 礼拜四就是美国的燃燃节 好 那国会是在1941年定出来的 为什么我记得这个1941年呢 因为我大学学校就是十一号 你知道1941年国会下面有的啦 好 那你知道美国人呢 礼拜四回到家 晚上吃火机 吃完以后看电视 看电视转播 转播完了以后不睡觉 到第二天 礼拜二 礼拜五 黑色礼拜 为什么 因为那些百货公司 跳楼大拍卖 都是一折两折 拼金座 拼金金 一折两折随便卖 所以那些没过的嘛 礼拜四晚上吃饱 就是看电视 等什么 礼拜五早上赶快冲到百货公司 去开队 去买一折两折的东西 就是美国人这样过的 五百天就这样过 那加拿大呢 因为他们都是很早 所以是十月 十月第二个礼拜一 十月第二个礼拜一 这个等一下都会问哦 记起来哈 知道吗 他修礼拜一也是一样 五六日一也是修四天 这是加拿大 好 那美国人是火机啊 对不对 一年吃到几次 你们知道吗 七千六百万只火鸡 很可怜 对不对 那些火鸡很可怜 但是 每年有一只火鸡很幸运 为什么 1947年 美国火鸡协会 送一只火鸡给总统 两只假火鸡 一只正火鸡 这个总统看到这火鸡很可爱 就把他放到农场 他说让他安享晚年吧 所以那只火鸡 没有杀死 让他活到死掉 这叫特色 特的色 色鸡 所以从此 每年美国总统 会爆一只火鸡 让他安享老年 去年 前年 前年那只火鸡 叫做爆米花 17公斤 去年 两只 变成两只 一只叫做起司 一只叫做什么 迈克 迈克 不是迈克 迈克 两只 一只是23公斤 这两只 放他们去安养 安享天年 让他们到退休能场去的 所以不是每一只火鸡都会吃掉 每年最少一只两只 都是他们会放下去的 好 好 这是美国一般的过肯年节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庆祝 因为每年庆祝都会有火鸡吃 对不对 不是 你想想看 我们都是在年底 年底庆祝 年底就是干什么 让你回想 你这一年当中 要感谢太多了 感谢上帝 让有阳光 让有空隙 感谢你的父母 感谢你的兄弟 感谢你的朋友 感谢你认识不认识的人 感谢同夫 要让你有饭吃 有水果 有青菜 感谢两株的 所以有猪肉可以吃 感谢贾波斯 所以你们有孩子可以玩 很多可以感谢的 所以你们记得 感恩也是这样子 但是 如果早上有来 礼拜的人都知道 我牧师有讲 你不要怎么样 把握时间 你不要感恩 但是 如果把握时间 那些赶快感恩的时候 如果你要感恩的人走了 你就怎么样 没机会 后悔不及 对不对 所以要记得 要把握时间 记得 感恩 但是 如果 从来没有跟你爸爸 讲话 懂话 你就打电话 爸爸妈妈 我好爱你 你把我表意这么大 我很感谢你 电话包蛋 你爸爸马上打电话过来 儿子啊 你欠多少钱 你讲出来了 我打电机给你 不要笑不开 他以为你要走了 所以你们 感恩要讲真诚一点 不要把他吓到 第二 在医院的时候 请你们 发音正确一点 不要讲肝瘟 他会这样脱裤子 好 谢谢各位